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我知道我一生的侍奉 就是终生征战 终生为上帝而征战 恨我的人一定越来越多 我现在被恨到很习惯了 所以人家怎么讲 我就可怜他 你这种灵性 你真恨我 最近我在澳洲讲一句话 我没有想到讲完了全场鼓掌 像雷声一样 我说如果我讲的是真道 是真的福音 是上帝的话 反对我的一定是不好的牧师 如果我讲的是真道 赞成我的一定是好牧师 哇 下面一只鼓掌 这些听众心里有数了 为什么你要反对唐从容 唐从容都没有讲什么错误的事情 他讲的是上帝的道 传的是福音 你很多人归属 你还要反对他做什么 反对他的一定有毛病 是你不对 不是他不对 所以结果我在西尼讲这个话 在 Melbourne 讲这个话 在 Perth 讲这个话 在新加坡再讲这个话 在香港再谈这个话 所以越来越恨我的牧师 是越来越显明自己的败坏 那些讨厌我 要用各样的话来讲 我要把我打垮的 我心里有一个原则 我现在告诉你 栽培你没有份的人 是上帝不允许他拆掉你的 大家说 一二三 上帝不允许他拆掉你 他怎样拆你 都在显明他的愚笨 都在显明上帝的不赐福 都在显明他自己拆自己 就给你打开